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沉迷于野生动物习性的研究 是爱好还是别有动机 独来独往 深山野林中隐藏的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缜密调查 揭开神秘人的真实身份 见证本期播出 绿剑行动第三季第一集 抓捕老猎人 记录故事现场 见证社会变迁 2019年10月 黑龙江省迎来这一年的第一场雪 漫长的冬季就要到来 有冬眠习性的野生动物 正在做着最后的准备 这一天 黑龙江省方正林业局新火林场的护林员张三喜 像往常一样进山例行检查 张三喜在这片森林里已经巡护八年 熟悉山里的一草一木 但前不久发生的一件事情 还是让它变得格外小心 有一天我就发现一只比较大的熊 当时心里的那只比较好 我当时是没上那三喜里买的熊 就是上别人买的熊 事情已经过去半个多月 张三喜壮着胆子 再次来到那头熊曾经出没的地方进行巡护 接下来的一幕让它大惊失色 忽然发现有一张熊皮 当时陷雨淋淋的 应该是刚复杀的 违索先给多点情况 那个有个情况得跟那个违索长发现一样 我在那个三喜里面巡护的过程中 发现一张那个熊皮 什么时间发现的 大概是11点左右吧 应该是刚刚捕杀的 你们拿着还那个先决力那种 接到报案后 黑龙江省林业公安局方正分局 大罗密派出所的民警 立即前往现场 到现场发现是一只熊 熊已经被肢解了 甚至现场只有一张熊皮 方正国有重点林区 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正东方向160千米处 长白山脉 张广才岭东北路 宋花江中游南岸 跨方正林口和伊兰三个县的部分行政区 这片一望五季的浩瀚林海 总面积有两千多平方千米 是众多野生动物生活的乐园 野生动物资源也比较丰富 其中我们这有老虎 棕熊 黑熊 还有马鹿 还有野猪 袍子 等等野兔什么野鸡多 就是有一百多种啊 野生动物 就是生理覆盖率在97%以上 原本是野生动物生活的乐园 为什么会出现一张熊皮 如果是有人故意捕杀 那么到底是谁将这只熊残忍地杀害 是非寻常 魏月刚第一时间 向黑龙江省林业公安局 方正分局上报案情 判局向您汇报一线案件 据那个星火林塔巡护人员 到派所反映 星火林塔三十七零板 发现了一张熊皮 什么时间发现了 近年对那个三十七零板巡护时候发现 线索有没有啊 你坐下 这两个人我说这么难 这个互联人一定要给保密 已经58岁的潘曾熙 从井近三十年 他非常清楚 这是自1996年 黑龙江省全面停止狩猎后 在方正林区内 第一次发生如此恶劣的事情 当时跟我反应的时候 我说应该是下套吧 他说对 这样呢就是我让他秘密地开始调查侦查 刚才那个伟作战就跟我做了一下汇报 星火林塔 入山下套 潘运长也非常重视 一看这情况 因为本身这个熊是国家非常珍贵的东西 珍贵的这个野生动物 发生这个熊这个被 扑杀这种行为 说领导也非常重视 而且这个在这个 我们当地也 在老百姓行动中也觉得 非常影响一个案件 它就其实跟命案一样 说熊的生命 就是说在我们当地来说 它因为毕竟是稀有的 就和人的这个命案是 程度是一样的 方正分局森林犯罪侦查大队 和大罗密派出所的民警 再次来到案发现场 请那边看看 根据现场遗留下的熊皮 民警们判断 被捕杀的是一只成年棕熊 在中国东北地区出没的棕熊 也叫乌苏里棕熊 棕熊是陆地上食肉母动物中 体型最大的哺乳动物之一 成年棕熊体长能达到两米 体重可达四百千克 棕熊是山林中 最强悍凶猛的动物之一 除了人类 在野生状态下 棕熊基本没有天敌 随着人类定居点 不断扩大和延伸 棕熊的自然生存环境 受到极大威胁 棕熊的数量开始锐减 2015年 乌苏里棕熊的数量 在两万只左右 主要分布在俄罗斯 朝鲜 日本和中国东北 在我国 棕熊被列为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近几年 随着国家对野生动物 保护的意识 包括我们宣传 包括临场宣传 包括老百姓 他也知道 不管是什么野生动物 别说是国家重点的 普通的野生动物 所有野生动物都不允许 都不允许猎谱 就是这片熊比较多吧 对 那位置 过去看看 过去看去吧 现场吧 没有别的东西 就是一张熊皮 因为山上这个人 走过的脚印啥的 你根本也 就是说 他不像别的案发现场 根本也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这个东西 所以说 只能锁定在 这个以熊皮为中心 锁定在周围 周边 这些这个林场了 村屯了 只能从他们中间 去那个派场 那我就派两个侦察员 和那个派了所谓的民警 通过对案情的研判 民警们认为 这是一起有预谋的 残害宗雄案 首先要找到嫌疑人 在这生活多少年了 那个四十多年了 四十多年了 咱们结果林场 就是前几年 就是算是在狩猎的 有没有 在搞那个人家很多 现在和这些级别 都没什么 没什么 我们就和夏军派出所 进行以熊皮为案件 为中心 向四周扩散 走访吧 排查 看看谁有可能是 这个猎杀熊的用手 在我们走访 在我们走访排查 同时难度也很大 一个林场四百多户 一千多人 我们逐户排查 逐人筛选 最终确定了 嫌疑人三人 经过走访排查 这三人 没有作案时间 也没有作案动机 原来的新活 就是狩猎那些 就是原来 就是会打猎的 现在基本上 像那个 咱们林场 就这块 这一段时间 或者是这两年 有没有人经常伤伤 伤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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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不了解 这个今天我得定了 我才回来 伟员先走外头打工的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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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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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前为止 咱们林场 有没有人能脱过上300 这个希望者回家 这个目前你发现 目前没有 也没听说 没听说 哦 星火林场有140多平方千米 只有400多户居民地广人稀 保护野生动物 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 所以说我们经常宣传 号召的那个老微信 同那个烂食野生动物 包括烂铺烂链野生动物 这是危害整个生态 对我们人类极大的威胁 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办案民警挨家挨户地进行走访排查 没有发现嫌疑人 是作案者听到风声远走他乡 还是外地人作案 民警开始研究新的侦查方向 大家在会上一起研究 因为猎杀熊它不是一般的猎人 能够猎杀熊它得聚位多年的狩猎经验 对 这种猎捕的案件绝大多数都是一个人 它不会是团伙去做的 因为首先你知道吗 它经济力就要被分散 第二个被发现的几率高 第三就是啥 你没有那个丰富的猎捕经验 也不行 我不会带一个就是新手去干这事去 因为他帮不上我忙 他只会给我添乱 潘征我向您汇报近期排查的情况 我们对新火林场四百多户一千多人 进行了主护主人的排查 到目前为止 被发现有作案嫌疑的人 只要你下一步从这个 方向狩猎证人这边弄 那咱们不说 这狩猎证那时候有的 有狩猎证人这边的 潘征习明确办案民警 下一步的侦查方向 重点是在新火林场内 曾经持有狩猎证的老猎人 因为有一部分人吧 他之前就是邻居人吧 靠山吃山就这个思想 之前有可以办狩猎证吧 他就狩猎点野生动物 去卖钱去贴补家用 以后要是有什么 现在有情况反应的话 直接上大所 反正可以不要当所长 好 行 谢谢你啊 对 来 走了啊 来 对 这个 这上不上啥子啊 没有 哦 哦 防那个汇报 对啊 发现可疑情况 可疑人一定跟他们说 你也有了吗 我家允许狩猎的时候 办了一批狩猎证 当时我们又在这些 狩猎证里进行筛选 当时这个办理狩猎证的人比较多 在20人左右 我们又在这20人 里边又筛查 排查 谁能有作案的嫌疑 谁能有作案的动机 只有三个人具备 这个猎捕黑熊的条件 就是说他平时 他们会下这个黑熊套 我们又锁定这三人以后 又在这三人当中 进行排查 筛选 捕熊的方法就是下这个套 下套 因为现在枪制法颁布以后 就是这个枪已经 在我们邻居已经收 已经收尽了 没有枪了 没有枪 唯一的方法就是下套 下这个套把熊套上 一般人对这个熊套 就是不太会做 这东西也是很特殊的一个工具 也得有非常熟悉 熊的习性 熊的身高了 这套下到什么位置了 能够把它套上 而且这个 他还得有经验 民警通过对这三个目标人的排查分析 发现其中一个人具有重大犯罪嫌疑 有个叫王伟的 就是说这个人 他虽然是学校小学的教师体育老师 他的身体素质也非常好 但是他之前也办过 就是说允许办狩猎证钱 他从二十多岁钱就年年办 直到说国家不允许了 他就不办了 而且他这个狩猎经验也很丰富 因为熊的长得也比较大 他也比较凶猛 所以说猎杀熊呢 应该在我们认为 应该得是个老猎人 具备这个下套了 或者是使用什么工具了 去猎杀熊 一般人是不敢 我们在排查中就有 就是说和他一起 原来就允许打猎钱 就是有一个守猎经验的人 就跟我们说 说王伟曾经和他在一起说过 说我可以 说我会 我会整 我就会做那个套 我能够套着他 而在此之前的走访排查中 王伟为什么没有引起民警的注意呢 我们为啥就是第一把排查 就没把他列入到重点之内 因为他的人性格很孤僻 不与这个邻居的朋友啥 就很少与他们来往 所以说大家就是说 对他不是那么太了解 所以说认为他就是说 因为他不跟别人来往 所以说他去整什么东西上山 整什么野生动物 大家也不来往 大家也不知道 小学体育老师 老猎人 这会不会是一次错误的判断 就在警方准备对王伟展开 进一步调查的时候 时间很快来到了2020年的春节 一场全民参与的 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阻击站 在全国范围内打响 黑龙江邻居文官局 方正分局的民警 投入到更为紧迫的任务中 2020年3月6日 民警得到可靠消息 王伟就要转移部分重要物品 可能涉及棕雄 这样我们分两步走 一步呢 由工局 工眼型处理长 代队 指奔闲人 王伟家 怕说 留来人 骗人 把他家 给我收入 疫情期间 正是严厉打击非法 猎捕 运输 收购 销售野生动物 违法犯罪行为的关键时期 黑龙江邻居公安局 方正分局 立即研究行动方案 2020年3月6日中午12点 办案民警来到嫌疑人 王伟家里 王伟夫妻正在准备午饭 我们进入后 以疫情防控为由 到王伟家 当时吧 王伟表情非常淡定 他就是一直低着头 也沉默不语 如果说是正常的 人的情况下 他肯定会问你 你们来干什么 当时我们去了之后呢 先跟他说一些防疫的事情 随后呢 就突击卡奖的 对账户的检查 在王伟家东边棚屋的 一个塑料框里 发现有钢丝套和铁夹子 拿出这个狩猎工具的时候 问这个嫌疑人 嫌疑人呢 就把这些全推了 说是百般抵赖 就是蛮有存在狩猎的行为 说这是很多年前 剩下的工具了 王伟家南边棚屋里 一个正在使用的兵柜 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平时兵柜都是夏天用 冬天他也没必要说兵柜 我们就看兵柜里 有没有野生动物的肉类了 因为国家是禁止使用野生动物的 所以我们就以这个名义 去检查 兵柜里当时就是说 有一小瓜瓜什么的装的东西 其中就有两个是胸大 装到一个小铁的罐子里 换出两个熊胆的时候 他本人不承认 他说这个是猪胆 你们要要就送给你们 当时我们有那个派出所 有个民警 对这个熊胆和猪胆 基本上能分清 当时看完以后 我们有个民警说 这不是猪胆 这是熊胆 他刚才说是猪胆 但是就以我们的工作经验来说 没有经济价值的东西 它不会保存得那么好 因为藏在很隐蔽的地方 比如说你有一个猪胆 你肯定会放来挂在那 就很明显的地方 因为把它为什么把它藏好 因为第一 它可能违法的东西 第二 它就惊吓着特别高 通过跟王伟和他几分 分别交谈 夫妻俩居目承认 被法受理的犯罪事实 这时候吧 我们就改变这大方向 将王伟由侦探员 带到外面我们的警车内 将王伟的爱人 留在他家卧室 分两组对王伟夫妻进行思想工作 赶发教育 放车 在你家冰箱里面搜出的胆什么胆 猪胆 你肯定是猪胆的 是什么胆 我们拿过去一鉴定就知道了 鉴定结果出来以后就一目了然了 明白吧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王伟 熊是二级保护动物 你用不明白 你媳妇已经承认了 什么胆 熊的 熊的 两个都是熊的 熊的 那现在熊呢 被我这山上拔了 以他自己的胶带 就是熊有一部分 那个肉被他自己给食用了 有一部分呢 让他给扔了 熊掌给扔了 我没问他扔到什么地方了 带着我把这个熊掌给找回来 找回来 打开一看 是拔着熊掌 其中是四只大的 是一个大熊的 四只小的是一个小熊的 这分开装呢 有点大 有点大 接下来的搜查 让办案民警大为震惊 王伟的家中 还藏有更大的秘密 在他家衣柜里发现 用一个大的塑料袋装子 我们拿出来以后 王伟的媳妇也很镇定 我们当时问的 这是什么呀 这七张动物皮 究竟是什么动物的皮毛 当时就告诉他了 你可以承认是这种东西 但是我们现在走法律手续 可以把这扣押做坚定 一样可以用你是那个猎虎的物品 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就是如实的供诉 这个是什么物品 什么什么时间 在什么地点捕获的 在大量的物证面前 王伟终于承认自己的犯罪事实 猎杀一大一小 两只棕熊和七只紫雕 那么王伟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从什么时候开始猎杀这些野生动物 王伟呢 性格比较那个孤僻 一般那时候呢 他只在讲 跟邻居啊 什么朋友啊 他从来他也不是那么愿意接触 但是他有个什么习惯呢 就每期的动物世界 他都要看 他会一期不落地看 他就在通过看这个动物世界 在了解这个动物的生活习惯呢 什么动物的爱好呢 他都是通过这个观看动物世界 来了解 他自己也说 说我那个上山 看到这个小动物呢 我就想办法 再把它抓住 那些动物的脚印 它非常熟悉 2015年1月份至2017年1月份 王伟在方正林业局 新火林场实业区 放置铁夹子 连续三个冬天 非法猎捕杀害子鸟七只 在我国 子鸟仅建于东北三省 和新疆北部的深山老林中 目前 全国野外生存的子鸟总数 仅有一千多只 被列为我国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018年9月底 王伟独自向深山走去 在新火林场失业区 放置了钢丝裂套 他就是利用那个钢丝绳 大概都有这么粗的钢丝绳吧 他做个套 钢索令手拴在树上 利用这个钢丝绳套入 它那个鸟之后 已经挣扎 逐步地消化到他的体能 最后等他体能不行 一天两天或是三天 最后再靠近他 几天后 王伟再一次上山查看 发现一只小熊 在大熊旁边一直不肯离去 有个小熊 就在这个大熊的身边转悠 当时我们心里边也很难受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小熊 是这只大熊的孩子 动物跟人也都是有母爱 所以说这个大熊 被这个王伟给肢解了以后 王伟最终把这只小熊下个套 也给套上之后 被残忍地杀害了 杀大熊心里 感觉到可惜是可惜 一说把小熊杀了 大家觉得就是 从可惜变成了可怜 心里上就那种愤怒的感觉 就是你看 说中点小熊的幼崽 你也杀他 所以有点太残忍了 感觉他很残忍 他就活成成动物 何必杀他去呢 他又没有伤害到你 是不是 王伟将七张紫貂皮 和两只熊的重要器官 藏匿起来 这些年来 他一直联系买家 然而 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 就是说现在 这个熊掌也好 这个熊党也好 还有这个紫雕 就是说你 普杀了以后 你也是卖不出去的 也没人去收购你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林业公安 对野生动物的保护 宣传的例子都比较大 王伟因非法猎捕杀害 珍贵宾威野生动物罪 于2020年3月27日 被执行逮捕 2020年9月17日 黑龙江省沿江人民法院 对该案作出判决 判处王伟有期徒刑十年 并处罚金一千元 附带赔偿国家野生动物资源经济损失 八万一千七百五十元 老猎人王伟 因为捕杀野生动物 终于栽倒在这片山林之中 方正分局 在林区公安局 党委的正确领导下 在疫情期间 侦破这起特大的杀害 珍贵贫民野生动物 有力地震慑了 非法捕杀野生动物的 一些犯罪分子 也要与林区 百姓如何保护 我们珍贵的野生动物 不捕杀和紧实野生动物 起到了一个重大的教育意义 今后我们方正分局 要一如既往 把这个森林资源保护 和野生动物保护 放在第一位 使我们的林区的生态环境 得到有效的保护 一项来自世界自然基金会的统计数字表明 过去50年 全世界野生动物数量平均减少60% 速度和数量都触目惊心 生机勃勃 丰富多样的动植物群落 来自于人类对这片家园 坚守不渝的保护 人类的所作所为 将决定地球上动植物生命的未来 从而也决定着 人类自身的未来 王者归来 如何追踪到他们的神秘踪迹 林海血缘 如何保护好他们的生存家园 使命召唤 老猎人完成怎样的角色转变 保护动物就是保护我们志气 见证下期播出 绿剑行动第三季第二季 保护东北湖